Ni Tiyanam,大家好,我是Mani Te Kaila Sananda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Parmashiva上师 师父在开始中讲到呢 他所,他的人生所经历的 所有的一切的苦难,Tapas 其实呢,不是为了去 启发他身边的这些信众呢 也要去经历所有这些苦修和苦难 而是说呢 他自己承受了所有的这些 我们需要做的,他已经做了 作为徒弟呢,就只是在 接受福报而已呢,师父已经 把所有要做的都做了 所以呢,在听到师父讲这些话呢 就觉得非常的 有感触,或者是感动 作为上师的人生呢 就是不停地在为自己的徒弟付出的 然后呢,师父所经历的 所有的打击 包括无数次的被 陷害,被 媒体攻击 然后被这个世人呢,去 用暴力呢,甚至是下毒呢 去攻击他,所有这些呢 他都在默默地承受 只是为了人类的政务圆满 然后呢,他所付出的所有这一切呢 都是为了我们能够轻易地 走向我们人生的最终点的目标 就是我们的开悟 我们的超脱这样 所以呢,听到师父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作为一个 嗯,师父的徒弟是太幸福 然后师父又太伟大 所以呢,无限地对他的感激和爱呢 就是油然而生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 人呢,都能听到这个真谛 就是废图文化呢,就是师徒关系 师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无私的付出 徒弟呢,其实 这种圆满是师父给的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 很多人会问说,印度教怎么修行 我要做些什么 我怎么修行才能让自己的灵性提升 其实印度教不需要修行 就只是和师父一致 对自己的上师臣服和爱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呢,都是师父给的 只要我们和师父保持合一呢 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我们的福报 所以,这听起来是有点太好,太完美 但事实上这就是事实 所以呢,作为徒弟的我们 只有对自己上师无限地感激 反而,所有的这些感激 还能成为我们人生的这个更大的福报 所以呢,感激师父 也希望所有同修都因此而受启发呢 能够让大家更加地和师父一致 发自内心地去感谢师父 九月节呢,马上就要到了 在九月节的最后一天 胜利之日呢,有极强的莲花族和称重仪式 这两个项目呢,是直接供奉在师父的脚下的 所以也希望所有感激师父爱上师的人呢 都可以积极地参与到九月节的庆典 把自己的臣服和爱呢,供奉给师父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你天亮灯》